好,因为这堂课是RL,也就是Remote Learning 所以我们今天没有见面 我们主要做的事情就是 同学看完这支影片以后 我希望大家可以在Catalyst这个平台上面 输入一些自己的资料 然后同时大家来想一想 接下来的三年 你要怎么规划自己的人生 说的好像有一点严肃 但是实际上你每天在做的事情 都可以影响你接下来的人生 或者是你的职场 或者是你的升学 这些全部都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今天主要的那个大标题就是 Setting Personal Development Plans We have to plan 好,我们看一下接下来要怎么做 所以首先呢 第一个我们要思考的事情是 对不起 因为他说要分成小组 但是因为我们在做Remote Learning 所以我们就不分组了 我要大家思考的三个问题 主要是 第一,你在中学的时候 你参加的是什么样的社团 你有没有参加社团 应该每个人都有 然后你参加的是什么 那你回想一下 你当初参加这个团体的时候 你最喜欢的一个部分是什么 然后你在这个CCA或者团体里面 你学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想这些问题呢 因为这些问题可以让你去思考 接下来你在Nianpoli究竟会参加怎么样的CCA 然后这些CCA是不是可以帮助你 接下来在把你的作品集 把你的portfolio收集好的时候 为你就是带来 就是助你一臂之力 应该是这样的意思 如果你中学 假设你是一个band member 然后你有负责一个乐器 那可能你在Nianp 也会想要参加Nianp的band 然后在里面负责一个什么项目 这样子 那你就可以延续 你当初在中学的时候 所开始的一个兴趣 可是如果你中学的时候 参加的那个CCA 让你讨厌死了 那可能你就不要再折磨自己 如果你重新开始的话 那你就要去找寻一个 你喜欢的东西 例如说有些人开始参加一些 street dance hip hop 还是一些什么样的 archery 或者是entertainance club 或者是Chinese drama 这些全部都是OK的 只是你究竟参加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你喜欢什么 然后你觉得你可以学会什么 这些都是你应该要去思考的问题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支影片 刚才我们想到的CCA 对不对 除了CCA之外 其实呢 在HMS里面 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 也就是YEP Youth Expedition Program 在Program或者是Project 就是会有这样子一个领选的机制 就是同学们要申请 每年总是会有两次的机会 申请到一些比较需要帮忙的地区跟国家 去帮助当地的有需要的居民跟孩童 我们来看一下之前去过的同学经历了一些什么